小可爱们,最近大摇的手指受伤了,不能打游戏,只能把以前的库存翻出来发布啊 挑战的视频呢,会继续做的 小伙伴想让我挑战如何吃鸡,以及失败要唱什么歌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哦 点赞数最多的,我就会去完成你的心愿 游戏里的小菜鸡,开机中的战斗鸡 大家好,我是大摇啊 这一局可算是匹配到小哥哥了 矜持了半天,小哥哥终于和我说话了 天心见,你在玩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新鸡 梦了好久,终于把我失险 你轻轻一点 能这么容易到声音这么好听的小哥哥了 该说不说的 这一局,我要拼了老命带你吃鸡 摸地之后,一顿操作猛如虎 捡到了一把大盘鸡和大喷子 随机消灭了两个倒霉的小瓜皮 很少来河电站,真的不太有钱的样子呀 但我慷慨的队友,给了我一个六倍镜 从话说得好,得六倍镜者得天下 老板,这是你自己说的吧 我再没听说过 那是你咕噜管闻 所以不要每天都是打游戏嘛 要多看动画片知道吗 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 四号说话了 咱们的后面应该有个人 刚才看到脚步了 我们刚刚要回去找敌人 开车和二号会合 不好,M厂有人 但这队友的车技 我怕我命不久一样 赶紧跳出来去找引体 果然发现了敌人 结果这家伙溜得太快了 没打到 他躲在围墙后面了 他队友也来了 那我就先打到这个吧 墙后面的家伙 和我队友打起来了 我快来一波助攻 去补掉这个小花瓶 我去,我的一锁子 全打自他挂在 腰子上的锅上面了 竟然没打死 就在我舔盒子的时候 一个小嘎豆偷袭我 被我一锁子KO 开车进圈 在圈边观察下敌情 结果倒霉如我 我队4号 竟然被一个独狼伏蝶魔 给掏袭了 还好我稳如狗 并没有冲动 发现草莉反观的三斤头后 一锁子带走了他 我去 AWM呀 这家伙有点肥呀 赶紧把AWM留给我队居神 这集吃鸡 问题不大呀 后面的对战证明 我这AWM算是送顿人了 虽然很酷 但我有点倒霉呀 高顶圈就被楼里的三个人给扫下来啊 我太难了 队友也不堪重负 被逼近了绝境 我们吃了个鸡屁股 自从我关注了大野耀游戏说 我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 吊爆了 吊爆了 大野耀游戏说这么吊的吗 我也要关注 都市到位是屎啦 你